操作的时候 胶放上来 首先这个压花轴降下来 系统分接刀降下来 压花轴在 在我们机器上面 这个账号1,密码123 然后点进去 压花轴 压花轴下压 这边就降下来 系统分接刀用这个 现在是下降 上升 这边刀变上升 按一下下降 这个刀变的下降 这个开起来 现在刀变就全部降下来了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开到手动接面 点一下 轻隐正转 点一下 把胶往前带 然后把多余的这个 布给它剪断一下 剪刀剪断一下 等到布走到前面 胶走到前面完以后 扔掉 然后把多余的剪掉 好 现在已经剪掉 然后这边 这个 堆掉板这边 放上这个板 这个板要保持干燥 然后没有胶的情况下 多放一些 然后再开到自动 开到自动状态 手动切碗 自动 机构回零 机构回零 这边会回零 那边也会回零 回完零以后 点启动 点始终 系统进入自动生产生产 了 好 感谢观看